德國柏林至尊老活塑 增強記憶力暢通血管加強腦部活力 屈臣史有仇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Cat 日本前防衛大臣石破茂出任日本壽相 他上台後在日台關係上 將扮演什麼角色引起關注 台灣公共策異 台灣致富等多個單位共同舉辦座談會 就台灣有事還是日本有事嗎 日本新政局的變與不變 邀請學者與專家與會分析 主持人台灣企南大學東南亞學系系主任 黃文岳表示 過去一年來日本政局高潮跌起 石破天徑包含政治獻金統一教的影響 最終造成了日本的派閥動搖 並對岸田政權造成重大影響 岸田文雄辭職後 自民黨總裁由石破茂接任 而接下來就是要面臨眾議院改選 正是討論日本政局變化的重要時刻 包含台日雙邊的關係 石破茂選後未來日本政治的走向 以及日本印太戰略與台灣之間的連結 相信對於關心台日關係演變的朋友們都很重要 台灣致富副執行長董思齊說 石破茂首相在10月的日本東協峰會 和中日領袖會談中 強調台海和平穩定對國際社會的重要性 並重新維持台海和平是全球安全和繁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事實上這就是日本政府一貫的立場 在2024年9月的四方安全對話 Quad 領袖峰會及日澳部長聯席會議中 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也強調台海穩定 對區域和平至關重要 這個顯示未來台日關係將持續深化 特別是在區域安全合作上 董思齊指出 儘管石破茂首相被認為在台海議題上採取較謹慎的態度 但日本政府對台灣的支持依然穩固 特別是在經濟、科技和文化領域的交流持續深化 不僅如此 台日兩國國會之間的交流不斷加強 2024年5月以來 已有超過60位日本國會議員訪台 董思齊強調 未來台日關係的發展不僅取決於兩國政府的合作 更仰賴年輕世代在區域和平和全球議題上的積極參與 他呼籲台灣青年朋友應該把握機會 推動雙方在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進一步交流和合作 共同為維護區域穩定與繁榮貢獻力量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李世輝表示 台灣對世界的連結 包含島鏈、供應鏈和民主鏈 而三者都是與日本關係極深 不過事實上 認為日本對台灣很重要是近十年來的演變 因為過去的日本並未表現出對台灣的重視 很少在官方立場上表達 雙方的互動僅在事務性上 李世輝說 然而在安倍晉三擔任首相後 將台日事務從外務省決定改由首相決定 雙方關係進展到首相級的戰略層面 首相有沒有將台灣視為優先 端視美日關係 以及中日威脅是否持續升高 同時也將會影響台日關係的未來發展 李世輝指出 日本媒體普遍認為 這次眾議院改選自民黨難以單獨和伴 對首相石破謀的任期將是嚴峻挑戰 石破謀選前提出的亞洲版北約受到高度關注 對於台灣有事的態度偏向積極應對 進一步認為台灣安全、日本安全 不過日本會不會為台灣出兵 仍取決於日本的國內聲音 李世輝表示 無論未來是誰當日本首相 都很難逆轉台日關係 過去的台日關係是政治決定 現在則是民主價值觀選擇 隨著日本民眾越來越了解台灣 如果政治人物背叛台灣 將難以獲得多數選民支持 相信未來台日關係將會維持現狀 台灣政治大學社會系系主任鄭力軒指出 台灣政治與日本形成對比 日本由自民黨長期執政 鄉內變化不大 而台灣政治則是變革極大 台日間有很大的不同基礎 過去日本與台灣的接觸 很長時間建立在台灣受過日本教育的日與世代基礎 加上台日間的經貿交流 主導了2000年以前的台日交流 而在2000年之後 台日關係則建立在雙方的共同價值上 包含民主和社會生活的追求等 慢慢取代過去的日與世代 鄭力軒指出 隨著台積電前往紅本 台日經濟上的互補 以及社會價值上的相近 將會取代過去的基礎 是過去所看不到的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周德望指出 很多台灣人對日本的了解其實並不深 也不了解日本如何看待台灣 周德望以日本首相實破謀 參拜政國神社的爭議為例 說明了日本國內左右派的看法差異 日本派閥尤其歷史和傳統 從派閥能更深地預測日本政局的變動 對日本國內比較重要的社會問題 包含從呼聲、偵測活動費、強化企業課稅等 都是台灣人較為陌生的 要增強台日交流 先了解對方是很重要的事 台灣財團法人 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表示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戰後70週年談話 與印太戰略代表了全體國元的立場 並表達了日本重新思考自己是國際上的角色 2021年安倍晉三提出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是首次將台灣問題與美日扣連 接任的菅義偉則成功說服了拜登 繼承特朗普國際戰略 謝文生指出 2022年俄烏戰爭 岸田文雄提出今天烏克蘭就是明日東亞 進一步將台灣問題放到全世界視角 並影響到其他世界主要國家 現今的首相石破謀則提出亞洲版北約 並修正非核三原則 他認為日本現在的安保路線是國內主要政治人物的共識 不會因為首相變化而改變 而亞洲版北約則是戰術問題 以美日同盟為核心 背後戰力針對的國家不言而語就是針對中共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中原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請多多久 好,請較常